海贼王、穆奇、民歌以及大国,这三人为何敢于正面顶撞海军大疆? 海军大疆是海军战力的天花板,当然他们背后还有更极的成员,不过海军大疆是门面,也就是说,如果你想要干掉整个海军政府,那么你就得要先把大疆给灭了,你才有资格跟他们背后的人说话。 也就是说,大疆是很有威严的,但尽管如此,除了四皇之外,在海贼世界中,依旧有人不把他们放在眼里,比如说,陆奇、民歌以及大伯。 这些人有什么资格这么嚣张呢?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!01鲁奇地位高。 还记得黄金城的剧情吧? 陆奇带着一队人马,然后跟赤全吵架了,作为两年前世界政府直属谍报机关CP9成员的罗布陆奇,如今已经成为CP0的领导了。 也有人说陆奇的实力增强了,之前和萨伯达成了平手,这是一方面的因素。 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的身份地位,毕竟是CP0的人,CP0可以直接跳过世界政府,直接归属天龙人管理。 这也就是说,陆奇可以不听命于世界政府,而世界政府的人,还得要听从他的指挥,所以陆奇就赶正面杠斥犬了。 02鸣歌是天龙人。 其实鸣歌的人设在害贼世界中,应该是最好的角色了,义正义邪。 02鸣歌地位也高,他是凯多手下的人,也是天龙人。 02鸣歌深知世界的真相,但是他就没有捅破这层关系,为人非常精明。 02鸣歌面对藤虎,赤犬的时候,他内心丝毫不慌,甚至还对了藤虎,他说,你有本事捉我啊。 02鸣歌的真相,因为那时候鸣歌是七五海的人,跟世界政府是有关联,世界政府不想把丑事说出去,所以对鸣歌非常忍让。 02鸣歌更关键的是,鸣歌知道海军大将不会杠掉自己,他们不会愚蠢到跟天龙人作对,所以鸣歌有资格对大将。 03鸣歌 至于萨柏,老实说,萨柏没吃恶魔果实的时候,他不会这么嚣张的,因为那时候的萨柏还不算是最强的革命军,前面还有一万科夫。 但是萨柏吃下了艾斯的恶魔果实之后,他感觉到责任更重大了,因为要保护路飞的安全,他连艾斯的使命都要延续下去,所以萨柏在背后做了很多事。 在鸣歌篇的时候,他敢于跟藤虎交手,面带笑容地说,我的傻弟弟做的事,我会替他弥补的。 但请你们不要为难他。 就是这么霸气,而且跟藤虎可是无无开的局面,有这样的实力,能不对你们大将吗?况且萨柏背后还有革命军的人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